首先说明一下,本文配图大部分来自陈诚保留的原始档案,基本上属于媒体首发,比如张学良驾驶飞机的照片。 什么?张学良会开飞机? 当然了,你以为少帅只会开汽车吗? 老照片的故事光影里的时代记忆,有图为证。 如假包换,陈诚,自辞修,1898年出生于浙江青田。 嘉靖小康,按他自己的话说,不依蔽体,殊食果腹,不求精美,深受农村朴实之薰陶。 几成第二天姓,张学良,自汉清,1901年出生于辽宁台安。 从小衣食无忧,自许风流而不下流。 他说,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银的不算。 我有十一个女朋友。 情妇 1936年春 陈诚,张学良,合影于山西太原,阿内攘外意见不一。 1936年5月,围剿陕北红军多次碰壁的张学良,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 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要改抗日反蒋为连蒋抗日。 张学良表示赞同,为了试探可行性,他成918事变五周年之计。 先通过冯雍,向陈诚表达抗日决心。 东北军自南来欲恶,西开闪干剿匪以来。 损失甚重。 气味得到中央补充。 如其剿匪损失。 不如抗日覆没。 决意统帅所部。 抗日图存。 陈诚时认为袁长行员参谋长。 又身兼数职。 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大盲人。 听完冯雍一席话。 陈诚建议蒋介石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 则明白领导之。 如认为尚非其实。 则虚立足之。 绝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 同时致电张学良。 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 此一决无一词。 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 与一定步骤。 剿匪与抗日。 应分先后。 时事事之不得不然。 1936年春。 陈诚从武昌登基飞赴山西太原。 接到陈诚报告。 蒋介石心事重重。 5月20日晚上,甚至难以入眠。 第二天在日记中约。 研究对汉清办法。 自悟择业之过滤。 以汉清性质与环境之现实。 现实自由行动非所能也。 以后夜餐后不可处理要事。 古人即是缓处于世代天明爱与时有智力也。 蒋介石觉得冯庸之言未必可靠。 此事亦不便寒殿您问汉清。 希望陈诚亲自去一趟西安。 当面谈谈。 陈诚结合他恩伯,在陕北结或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档案。 分析张邪良可能意图。 认为逢庸所言,绝非空学来风。 宁为抗日。 实则脱离中央。 而走入连贡头额之途径。 碰巧汉口日租界,发生日景吉刚被杀事件。 陈诚无法脱身。 于是修书一封。 托人转交给张学良。 信中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 成非抗日。 别无出路。 君作一人绝人。 以此自使。 忠贞着实。 为自是体大。 民族存亡所系。 非有整个之计划。 一致之步骤。 以激弱之邦。 英强林之风。 恐一战容易。 而持久为难。 冯庸时任武汉行员中将研究委员。 张邪良显得很谨慎。 5月22日,致殿蒋介石。 否认自己通过冯庸撰话。 但明确强调交各方言。 欲救亡必须抗日。 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 所谓全国力量,当然包括中共武装。 张邪良同时在殿陈城。 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 预谋抗日。 必须统一。 但统一力量。 不应偏重军事。 统一全民力量。 乃是兼顾之武力。 5月24日。 蒋介石赴殿张学良。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者。 以后请勿语之言。 并对锁部。 言介其慎请谨言。 物中监济为判。 实直北海、丰台等地冲突事件频发。 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英卿。 务令京护汉各地。 立即准备一切。 严密警戒。 比随时抗战围绕。 西安事后再无交集。 1936年12月4日。 蒋介石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 目的在于震慑东北军。 争取闪甘剿共战争的最后胜利。 临时之际。 蒋不忘电告隋远省主席副作义。 可调高射炮命运百零秒防卫日军。 以后出击部队。 应特别注重对战车之防御战术与捕获方法。 进隋军将领副作义。 一个多月前。 蒋介石曾经进驻林童。 只是各部加紧进脚。 张学良对此表现得很不耐烦。 强烈要求调赴隋远抗日前线。 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许抗日。 今后对东北军的统帅意识。 必增困难。 蒋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报。 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不稳。 但考虑到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 决心再赴陕西。 行前。 蒋介石调生正在太原, 宁夏居间协调隋远抗战的陈诚, 为军政部城务次长。 主席进行入闪。 12月7日, 陈诚到达林同, 详细报告了附近隋之经过, 以及延西山副作义的隋东抗日作战方案。 隋后即往西安与张学良误面, 听完隋远战事的部署情况。 张学良不以为然。 中央支队随软。 乃系政治作用。 非有诚意抗日。 如诚意抗日。 应及联俄融共。 陈诚当即掠取了国防上的种种准备工作, 并且信誓淡淡地说。 一日适当时机。 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坐真面目的战争。 至于联俄融共。 其事绝不简单。 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问题。 反而取笑陈诚珍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张学良驾驶飞机流影。 12月8日。 张学良再度来找陈诚。 自述其抗日之决心。 与荣共之把握。 同时发泄心中苦闷。 可惜伪作不态慢我的主张。 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 近来屡次对我言辞责备。 即使我的老子。 我也受不了。 陈诚当日赴杨虎城晚宴。 宴必诱赴东北有人密约。 得知东北军不稳。 有不利企图的信息。 第二天清晨。 陈诚急忙赶至林同报信。 蒋介石不为所动。 反而只是多与东北军将领正面接触。 是一中央政策。 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 不愿任何人知其名。 陈诚或许也是将信将疑。 所以也没有坚持己见。 终于。 枪声划破了广貌矿远的关中大地。 12月12日清晨。 住在西京招大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 被集中到大厅。 等候血窃讯息。 玄机东北军送来张学良。 扬护成兵舰号外。 这才知道出了大事情。 午后。 张学良亲自登门押京。 见面及说对不起。 这不是对人的问题。 是对事的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陈诚视察同观防务。 陈诚质问。 对人本无问题。 于自投身革命。 生死早已至之度外。 绝无顾虑。 至于对事。 则是问你此种举动。 就将何以善其后。 伪作深系国家民族之安危。 设有差池。 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事。 张学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 我发动此举的用意。 既有八项主张。 愿意通电全国。 兄等知名意已列入。 稍待即可送来一月。 你我不必客气。 要争要闹。 仍同平时一样。 12月13日。 张学良在找陈诚交换看法。 结果仍是安内攘外和联俄抗日的剧烈交锋。 此后连续数日。 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避日西京招待所。 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 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五日。 二十四、二十五日。 张学良均未出现。 陈诚猜测,大概是与宋子文等会商忙碌。 一日。 杨虎成来道歉。 使之事件和平解决。 张学良已经释放蒋介石。 一起飞回南京。 失去自由后的张学良。 1949年1月。 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促成国共和谈。 决定释放张学良。 李宗仁致电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 张汉亲兄现在台省。 西就静转之监事人员。 先恢复自由。 人并理约其来金医务。 陈诚颇为赞同。 打电报给下野的蒋介石。 只以为汉亲之于今日。 视之无关重要。 久基氏足为类。 但西处置叫迟耳。 为此。 似可听其释放。 1月27日。 蒋介石赴电。 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 似可赞不致富。 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 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亦复之。 走笔自此。 相信读者很想知道当年告密之东北有人究竟是谁。 2015年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有了答案。 1961年12月11日。 陈诚记约。 刘汉东对国家、对领袖之忠诚。 双十二世变我得先获悉。 急需痛哭告我。 并说他为国家、领袖而告密。 等于出卖长官。 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 明天即为二十五年前之双十二。 因有感。 固执之。 光阴如梭。 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八十多个年头。 张学良、杨虎成两位将军, 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 加快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 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一、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字述。 台北国使馆2012年版。 二、张学良口述。 唐德刚著。 张学良口述历史。 原流出版社。 2009年版。 三、碧万文主编。 张学良文集。 新华出版社。 1991年版。 四、陈诚先生书信集。 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寒遍。 台北国使馆2007年版。 五、陈诚先生书信集与有人书。 台北国使馆2009年版。 六、蒋中正先生年谱成编。 台北国使馆等2014年版。 七、西安事变史料。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3年版。 八、陈诚先生日记。 台北国使馆2015年版。